一泥不辞二夫 你一个徒弟却败了两个师父 如果日后遇上父子 我倒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按倍分算 你这个老太婆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你竟然想教训我 难道你想提示灭族 宁缺与墨山山护送军需粮草 齐廖半道便与马匪突袭 随行侍卫见马贼人都示众 当下心生惬意便要离去 难想宁缺直接拔出那一柄拖刀 临阵脱逃 乱我军心者 这墨池院的妹妹哪里见过这般场面 但见宁缺眼神中那道杀意 瞬间已是臣服 你们都是联军的战士 承认是闹肿子更早离开 若是还有血性的男孩 所以我杀了马贼 夺回粮车 杀马贼 可所谓联军将士 不过寥寥数十人 面对这群训练有素的马贼 显得是那般单薄 就看宁缺拉开那原十三箭 一道金光符纹若隐若现 呼唇一箭射出 便在马贼身边掀起千层气浪 一箭不过是为振奋军心 而他真正擅长的 便是这忍者无敌 一声令下 联军众人便皆持剑杀将而去 这疏必胡的砍柴人 早已习惯砍这种废柴 只可惜一人骁勇中事无用 手中坡刀大开大合 片刻已是斩匪无数 不想这马贼数量却越来越多 墨珊珊无奈之下 施起那符咒之术 雷鸣电闪间 倒也是剿灭不少马贼 可那马贼头目似乎毫不畏惧 早已看出墨珊珊 也不过是动玄上进修为 任凭天赋在如何妖逆 早晚都会面临空虚 墨珊珊倒是对宁缺言听计从 一跃腾空起 见其挥舞伏印落 就看那一道忽救伏印 落入千里之外的将军手中 这将军本是想以大局为重 反正宁缺周边部族百里处 恰好有一对巡逻兵士 可一旁的曲尼宝贝 却掌心一动 将那求救伏印直接回去 这将军焉能不知曲尼心中想慎 可都是联军将士 怎可袖手旁观 没想曲尼精通人道 手中一串玩物 可乃玄空寺至宝 想来和罗将军甚是有缘吗 此时宁缺等人早已是精疲力尽 墨珊珊的念力也即将亏空 等了许久也不见那援兵到来 想来定是被奸人摆了当 如今只能是自己振奋军心 可即便如此又如何 这马贼从四面八方涌来源源不断 如今这头目也已参战 顷刻间又已是数名有军命赏 倒到星红不断刺痛宁缺的大脑 这坡刀挥坦得越来越快 呼的一下竟将此人面罩掀去 这头目顿时恼羞 手中一道念力事出 宁缺躲闪不及直接被打趴落下 抬手望去 此人竟是这般演书 回忆瞬间拉回二十年前 就是此人途径自家数十口 宁缺这才明白 这马贼的目标从开始便是自己 定是这背后的夏侯将军按了不住 竟在此刻对自己下手 当下怒火攻心 手臂一震 坡刀上的符文瞬间燃起一道火焰 卯足那浑身气力朝着对方猛劈而去 这头目心中一惊 宁缺的实力已是比自己所想更高一些 手中那盾牌竟被奇异刀破成碎片 可即便如此又怎样 眼下而等接蝼蚁 就连宁缺自己都不曾料到 眼前这人竟是洞悬上镜的大念师 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刺痛席卷全身 意念的控制实在太过蛮横 宁缺的意识已逐渐开始磨 莫姗姗眼看宁缺危在旦夕 本想上前搭救 可方才不顾弃海的释放念力 早已让这山主气力不知 就看这头目长刀即将掠下 这莫石院的小妹妹竟不顾性命 替宁缺拦下这致命一击 你比我想象的要强大 但是你依然会死 就此时 莫姗姗再也不顾其他 竟打算强行划服 你的念力先好玩了 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莫姗姗哪里听得进去 居然以洞悬之镜划出 只有致命神符师才能挥出的不定符